台湾人热爱到日本旅游 也很爱用这张日本观光神卡西瓜卡 想不到现在却惊传 这神卡竟被诈骗集团锁定 拿来诈才洗钱 它可以用Apple Pay去除止 有些就利用西瓜卡信任 Apple Pay的机制 没有每次都再次的确认 所以就变成海外洗钱的一个方式 银行业者表示最常见的方式 就是民众收到诈骗件讯后 在假网页中输入了信用卡号 被带图绑上Apple Pay等支付工具 借着把钱透过除值金额方式 存到西瓜卡内 以化诊为零方式除值洗钱 在日本消费 台湾已有上万人受害 因此现在西瓜卡除值 非常容易引来银行关注 实测一除值银行马上打来 就是因为即使台湾多家银行 已经发函日本西瓜卡公司 但碍于西瓜卡没记名 无从过滤除值者是不是炸团 导致这起跨国纠纷 现在成了银行间的茶壶内风暴 民众恐怕只能留意自保 基线电信费 燃料费 等等理由的钓鱼简讯 并且附上了转网纸连结 你会被连结到另外一个假的网页 要求你输入各支信用卡号 及认证码等等的行为 这就是诈骗了 怪异连结不要电 也别谈小便宜 为了优惠提供卡号 成了诈骗集团 跨国洗钱的代载飞扬 记者又为林洪玉兰特别报道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